现在案情都没有披露 那说明肯定是有预谋 否则在这个一个月 一个多月时间之内 如果有这么多 这个刚才我说的三个因素的话 绝对是能够破案的 对好 谢谢谢谢李杰这边 包括了军事专家 包括盘管专家 有从他们的角度 但是我知道 郑明修宁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也非常关心整个的市区的发展 我们会发现在泰国部分 好像塑造的给我们感觉是 大部分是说 这九个人的个人行为 跟军队跟什么业都没有关系 你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还是像刚刚他们所说的 这可能是有预谋的 那么从泰国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公开的报道也好 警察总结说的也好 是九个人 他所认为的 跟军方和政府没有关系 我认为这个也可以信 就是不一定是政府 或者是什么军队 什么领导人命令他们干的 我认为这个可以排除 但是这九个人是不是 跟当地的他们所说的 权势人物有勾结 甚至是不是会跟缅甸的贩毒人 有勾结 那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我倒是认为 不认为是泰国政府 命令他怎么干 在军队领导人 命令他们这样干 我这个认为不大可能 好 接下来特别请教大使了 大使是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官 那么您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您第一眼听到了 这样的消息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觉得在湄公河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实有所闻的吗 这个案子是一个很大的案子 自从我从事泰国工作以来 还没有听说过在湄公河的行道上 我发生过这么悲惨的案子 有关系的 刚才我们看地图可以看到 它发生在金三角地区 金三角是老欧缅甸泰国三国比联的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老百姓有个说法 叫做鸡鸣三邦 一声鸡叫三国可文 所以就给这个犯罪分子一个可乘积极 他在一国犯罪以后 可以一脉腿跑到另外一个国家 在这边是马上快就跑到 所以就给执法人员 给你侦破案子带来困难 这个地区涉毒涉及军火走失 还涉及其他的犯罪案件 跟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 他不可能没有联系 好 谢谢大使的说明 既然大使刚特别说了 包括李伟特别强调 这个可能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况且这绝对非单纯的 那么就像大使说 他这是个非常复杂的 这里头当中不管是毒也好 或者其他的相关利益的也罢 但是事情摆在眼前 到目前为止 您的判断 您的经验判断来讲 这绝非是个人行为对吧 因为从目前来判断 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这九名军人到底是直接是案子 或者说还是到底 登船者呢 确实还有待于 就是说进一步的调查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是泰国的军警 并没有组成联合的调查处 而且相互的物证 不能够比对进行调查 所以说 这对于整个案件的调查上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这样一个呢 就是说有组织 因为这个案件 七巧七巧 或者说扑索迷离 他的很多的就是说常理 不能按常理来推断了 常理是推断不上 包括贩毒毒品问题 然后传言上的资金的 那个带的钱的问题 还有呢 杀人的这种手段 与一般的获取经济利益的 有组织犯罪都是不同的 所以说这么一个复杂的案件呢 确实我认为呢 可能短期的要很 增破的很清楚 难度还是有 好 在第一轮当中的八脚 不断的看法 我厂校嘉宾 你认为这可能是个人的行为 还是政治预谋 认为可能有政治预谋 成不大的请举赞成派 相反的请量反对 321 我们看看厂校嘉宾 来请说 我个人觉得就是 这一个事情 应该背后一定的政治预谋 但这个政治预谋 不一定是政府 政府间的或者国家间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它是 是在这个金三角地区 这个地方 那么中国的这个利益 还有老挝 缅甸和泰国之间的利益 是纠葛在一起的 那么很有可能 一些犯罪组织 他们怀着某种 政治的目的 那么想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的局势 进入的搅乱 挑起中国 缅甸 老挝 泰国 四国政府之间的纷争 从而使他们 从中谋取更多的利益 比如说毒品的利益 或者是 我们知道缅甸 有一些独立的势力 那么他们的 独立的势力 有可能在从中 谋取更大的利益 因为这个事件 背后可能有 很大的政治阴谋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区 对美国来说 特别重要 因为据我个人所知 泰国是 美国在东南亚 唯一 住有军事基地 然后 驻扎有军队的 还有在 泰国总理 她的妹妹 前总理 她的妹妹 她姓的妹妹 英拉 英拉上台以后 她表达出来 她自己的观点 就是她上台以后 泰国第一个 将进行访问的国家 就是中国 从今以后 泰国和中国的关系 就会比较好 那这势必就会影响到 美国在东南亚 传统的盟友 泰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首先稍微纠正一小点 这位同学说 美国在泰国 有军事基地 没有 1976年 美国军队 就全部撤走了 也没有军事基地 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二泰国的问题 比较复杂 泰国跟中国的关系 非常好 同时跟美国的关系 也非常好 我想如果泰国 作为政府 或者某个机构 利用这个世界 来挑拨中泰关系 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太作励了 美国没有 是傻到这个程度 通过这个世界 来挑拨中泰关系 实际上有很多说 政治预谋 包括刚才 这个同学说的 甚至还有说 美国在南海 实际上 是搞一个 杨仲 在东南亚 搞个失招 所以 但是我个人 现在觉得呢 可能这个 这个 就是湄公河 这个 是产案呢 目前来说 可能还是属于 刑事案件 咱们 咱们就 如果你扯的 这个政治事件 或者外交事件 现在可能 从我个人判断和分析呢 可能现在还 离着稍微远 因为没有更多的证据 来说明 李伟 虽然我们知道 很重视这一次血案 但是呢 如果把这一次案件呢 就是无限的放大呢 像是于 这周边的 就是说几个国家呢 目前的状况呢 并不相符 所以再一个呢 单纯的一起事件呢 要发挥这么深远的 政治意义和政治作用呢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几个国家的 政治领导人的睿智呢 不会说你一个单纯的事件 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我个人认为 从 现在 到现在为止 所揭露出来的事实来看 它是一个刑事案件 也不是一个政治案件 如果一定要争论的话 我主张放到 把这个案子查得水 老实出以后 再来做结论 好 谢谢 谢谢 但回到西轮身上 事实上呢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你弹媒公和附近 工作也非常非常久了 从民间的角度来接触 看着视野 所得到的结果 跟情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 我记得你曾经接受 每个地方有特别讲 这里头有 这里头也是有 仇恨里头在里头的 包括什么泰国 对中方的不买货等等 你是怎么想的 你所听到的讯息是什么 你所感受到的是什么 跟我的感觉 就泰国人民 跟中国人民的感情 是很深厚的 像我们在 走在泰国的土地上 跟老欧的土地上 感觉就很安全 社会治安这些特别好 但是在缅甸就要乱一点 那个很正常 毕竟是不同意的国家 但像这次事件 我觉得就是 军方 泰国的军方 他进入了这个事情 而且说我们杀了 这13个中国的同胞 有一种就是 有一种政治目的在里面 当然这个政治目的 我觉得不是什么政府 或者是军队高层的政治目的 是那种私下的 一小部分 那种轻微的势力 他在里面作怪 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你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来抢下来嘉宾包 吴先生有没有补充的 来这位 这位年轻的女孩子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对中国传言的 那个手段 是特别残忍的 所以我在想 除了这个可能 像刚才几位说的 有那个贩毒的势力在里面 我觉得有个人的仇恨在里面 是不是说这13位传言里面 有一位或者几位 曾经跟泰国军方 就是军队下面的一些士兵 有结仇 他们才会采用 这么残忍的一种方式 来那个折磨 然后虐杀这些中国传言 然后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查清楚 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不仅仅要从泰国 这方面着手 还要从这13名被害者的 背景来着手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全面一点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就是说中国的船员 跟泰国的军方 是从来不接触的 不接触的 只能够说是因为那个 缅甸有一帮黑势力 他对中国的船 就是说中国船员 上报跟当地政府的 已经是三五十期 实际上必拦截检查 这些是上百期的 这里面有很多矛盾在里面 但是这次事件 又不是缅甸的那个黑势力 是属于泰国军方干的 那里面就搞不懂了 我们也是很显不通这个道理 好 谢谢 我知道包括西门 刚才强调 还包括张大使都说了 其实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我们也很期待能够真相大白 但怎么样才能够真相大白 而是片面的来看待 这起的惨案 还需要有关单位的配合 这有关单位的配合就包括了 中国还该不该伸出这只手 更进一步来积极调查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我们再为您介绍 另一位嘉宾 待会见 我希望中国政府这边 找出一个潜艺的态度出来 我们肯定下一步要搞这个武装联合护航 但是不是军队直接介入 我觉得中国的武力 应该进驻金山脚流域 现在有一个动向就是 有些人想不了了之 中国政府的处事是得力的 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以色列他为了救一名士兵 放了一千多名哈马斯 中国和东盟在一些低政治领域 和非传统安全领域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合作的深度要走 如果我们中国派过去的话 是不是有些国家会就此大作文呢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彩 才能过去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但是还是真相未明 如何能够让我们离难的家属们 包括希伦 真的能够好好的将他的大哥 他的大嫂 他的遗体能走路的火化 大家也在期待中 那么怎么样能够真相大白的 再请出另外一位嘉宾来到现场 列掌声 欢迎在我右手边 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的主任 苏浩苏主任来到现场 欢迎您苏主任 苏主任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大家很关心一个事情 如果就像刚刚几位嘉宾所说的 一个月看下来 如果他是一个 假设他是个刑事案件 可是为什么他的侦办是如此的复杂 好像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说词 你看 湄公河财案陷入罗生了 我们只看泰国军方 泰国警方他们的说法 10月28的时候 你看泰国警察 总监他就说了 自首的九名闲人 是了属于泰国的第三军区 某军营的现役军人 好 这强调士兵的个人行为 与军队无关 这里头包括了一名少校 还一名中尉 29号的曼谷的邮报就说 这些军人对于泰国警方 指控的两项罪名 他并不认可 接着呢 就在隔一天 泰国的陆军发言人就说了 这个完全是突发事情 执勤的军人是按照职责来办事